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技巧是组装你的水费系统 首先检查系统每一个部分是否有磨损或损坏 如果是全新的BCD把它弄湿或至少弄湿气瓶束带 这有助于使它维持在调整后的位置 让气瓶阀开口朝向BCD 将BCD套到气瓶上 到大约这个高度 你稍后可以再进行调整以配合你的喜好 竖紧后固定气瓶束带 这有多种方式 因此如有需要请教练协助 透过拉起BCD将整套装备提起来 确认气瓶不会滑动或移动 如果会滑动或移动 重新束紧束带 把一级头防尘盖和气瓶阀盖拿开 如果有的话 检查是否有气密电圈 且气密电圈没有损坏 如果是又个是 会是气瓶阀开口的一部分 定式则要检查调节器的这个位置 你不能在没有气密电圈的状况下潜水 如果气密电圈遗失或损坏 教练会教你如何更换 让BCD背对着你 将一级头装上气瓶阀 使你用来呼吸的主要二级头在右边 而连接BCD的低压冲气管 则在左边 只用手指的力道将一级头旋紧 气瓶的压力会在你打开气阀后 确保装备的每个部分都固定牢靠 像这样把低压冲气管连接到BCD冲气阀 将潜水压力表拿远 慢慢将气瓶阀打开 直到转到底为止 检查确认你的气瓶充满了气 或者至少要有足够进行潜水的空气 像这样按下排气钮 当你放手时 空气就应该停止一出 对着咬嘴呼气 呼气应该要很容易 然后呼吸几口气 呼吸要容易且平顺 如果你的调节器漏气 或在你停止呼吸后继续放出空气 或似乎有其他问题 请通知教练 接下来测试你的BCD冲气阀 像这样 固定你的潜水压力表和备用气源 使之在水中时不会突出或垂挂 通常你的潜水压力表会在你的左手臂下 而备用二级头则在右手臂下 将你的备用气源二级头用快泻扣固定 使它在穿着装备时位在这个三角区域中 这样可以使它不会碍手碍脚 但在需要时又看得见且可快速取得 请确认你已扣上肩部快泻扣 并以松开腰带 如果你要等一段时间才潜水 例如一个小时以上 就关闭气瓶阀 然后按排气钮将调节器泻压 这样如果没注意到有漏气情形 就可以节省你的空气 泻压还可以减少不小心 在气瓶阀关闭的状况下进入水中的可能 松开所有可以在穿上装备后才拉紧的束带 以便于穿上装备 将你的装备固定好 避免倒下或将之平放 在第一次的平进水域潜水时 你可能会在潜水中着装 但是通常你会像这样 在下水前坐着着装 或像这样站着着装 让我们一个个步骤来看 在穿上水废系统或潜水衣之前 先准备就绪 将面镜除物并调整好 是需要调整挖斜和呼吸管 你的水废系统应该组装完成 并准备就绪 如刚才所学 为了避免天气热时会中暑 在穿上水废系统的前一刻 才穿上潜水衣 潜水衣有点紧 得花点功夫才能穿上 穿着顺序以款式而定 以这种一般款式来说 先穿裤子 其次是潜水靴 如果你有头罩就戴上 然后是上衣 教练会告诉你服装的正确穿着顺序 干式防寒衣是单件式的 且穿法不同 如果你需要在这个课程中用到 教练会教你如何穿上 现在可以戴上手腕式的仪表了 不过有些潜水员会等到穿上水废系统之后才戴上 如果你使用的是配重袋 接着穿 穿上配重袋 是快卸扣的位置 可以使用右手松开的标准形式 如果你的BCD 有在修建潜水中并不常见的跨步固定袋 那么配重袋 得在穿上水废系统后才穿 这么做是必要的 这样跨步固定袋才不会缠住配重袋 造成紧急时难以丢弃配重 如果可能的话 最好坐着穿水废系统 但有时前半得互相为对方拿着装备 潜水装备有点沉重 所以每当你移动它时 要使用正确的抬举技巧 这指的是弯腰时膝盖弯曲 站起来时把装备抬起来 保持背部挺直的正常姿势像这样 挺起你的前胸 臀部稍微突出 维持背部的正确姿势 抬起装备时要吐气 千万不要直接弯腰去抬水废潜水装备 或是任何沉重的物品 如果你得拿前半的装备时 用你叫强壮的手臂支撑 并放在气瓶下方 另一只手用来平衡 就像这样 通常叫强壮的潜水员先着装 因为他得同时穿着装备 并拿着另一副装备 若你的身体状况 不允许你安全地抬举水废潜水装备 或穿着它站立即行走 那么就不要这么做 需要时请寻求协助 穿上装备有许多替代方法 坐着时或有前半拿着你的装备时 穿上你的BCD 并在重量还没落在肩上的时候 竖紧竖带 检查是否有被压住的管子 然后固定所有扣带 抬头检查气瓶高度 如果头碰到一级头 把气瓶往下调一点 当你的前半门都准备好了 你们要进行下水前安全检查 互相确认装备功能正常 位置正确 且连接恰当 你会在第二单元学到这方面的细节 把面镜贴靠在脸上形成良好的密封 然后将面镜带拉到脑后 请养成入水后 即使在水面上也始终带着面镜的良好习惯 这可以避免眼睛受到意外溅水和海浪的刺激 并且可以让你看到水中事物 当突发状况时 可以及时检查前半的装备 这么做还可避免面镜储物剂被冲掉 戴上手套 直到入水前一刻 才穿上挖鞋 前半互相帮忙扶着对方 一次穿一只挖鞋 不要忘了弄施套脚时挖鞋会比较容易穿上 尽量避免穿着挖鞋走路 尽可能靠近水的地方穿上挖鞋 如果必须要穿着挖鞋走路 保持谨慎并倒退着走 这样就不会被普遍绊倒 有时你会在入水之后才穿上挖鞋 像在泳池训练时一样 到了这一步你准备好运用 将在本课程中学到的几种入水技巧了 你会经常使用BCD来控制浮力 在入水之前先冲一点气 约三分之一满 这样你就会浮在水面 像这样用短促的冲气方式 你也可以口吹将BCD冲气 你将会练习这项技巧 要在水中将你的BCD泄气 记得使用你的调节器呼吸 举高并按下排气钮就像这样 空气会从BCD中排出 而你会开始下潜 在课程中你会练习使用BCD 直到能够随心所欲的保持中性浮力 就像湿重一样 少量的释放或冲入空气 以避免意外的快速下潜或上升 以第一次潜水来说 你主要会在水面上使用BCD 养成漂浮在水面上时带着面镜 并从呼吸管或调节器呼吸的习惯 在入水前将BCD冲气 而潜水后出水面第一件事 也是将BCD冲气 如果你在水面发生问题 立刻建立浮力 也就是将你的BCD冲气 你稍后也会学到 透过丢弃配重建立浮力的方法 当一切准备就绪 教练会带你下水使用水费 第一次在水中呼吸总是令人感到兴奋 在水中呼吸是个独特的经验 让潜水因此而不同 享受一下这个时刻 缓慢而深长的呼吸 不要憋气 你或许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在水中的第一次呼吸 使用标准休闲水费潜水装备时 是无法说话的 所以你跟你的前伴得使用手势 下面是一些广为使用的手势 但你也可以学习一些区域性的手势 或是情况与你的前伴 自行约定一些手势 OK或OK 停 暂停 待在那 上升 现在结束潜水 有问题 不对劲 往哪个方向 船 耳朵无法平衡 过来 看着我 和你的前伴在一起 手握着手 你带路我随后 往下下潜 空气所剩不多 空气用完 共用空气 慢下来放轻轻 慢下来放轻松 呼吸 你还剩多少空气 危险 危险 危害 掉头 返回 我狠了 在水面上 要使用大手势 让船上或岸上更容易看见 这个表示 OK或OK 如果只能用一只手 则像这样 这表示 求救 帮我 教练会告诉你 适用于训练的其他手势 你可以透过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来理解手势的意思 你能不能看出这些潜水员在说些什么 你应该看出来了 尾随的潜水员没办法跟上 他比出停和有问题的手势 前半回应 暂停 呼吸 慢一点 也就是说 放轻松 喘口气 潜水员比出 让我休息一下 一下不是正式的手势 但你可以看出来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般的潜水员沟通方式